作词 李宗盛 春雨年年 雨生白骨 青年后十五日 斗指尘为古语 三月中 演雨生白骨清静年节夜 古语下腰 大致无防 古语求后 众花点斗 一后平时生 二后明秋 扶持雨 三后斗尘 抢萌萨 西者苍结作书 而天语素 淮南自载 皇帝于春末夏初发布诏令 宣布苍结造字成功 当天下了一场骨子雨 从此 古语济苍结 成为流传千年的民间传统 山谷深处 耳石老屋 屋旁有墓 明秋 三月耳繁花似锦 却无子 秋季无子 可与大树四面 却坑取栽植 而时不知 这四川并无记载的 古老活化石树中 怎会开花在老家赤水河边 但每一年花团锦簇 却又让我忘了疑问 许诗尖总来自他顶 定居鼠地 而未再凡 雨前春芽嫩如丝 雨后香春生命志 我为古语采一览鲜明的耳石春 在春末的最后一个节气 饮上一杯二春茶 等待着绿水村 等待着绿水村边河的秋山里 邀故人聚金属 以春味 知词ос with the valeur of the world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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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